台北市党柯文哲今天下午把疫情记者会移到木榨机场举行 因为这里增设了防疫及门诊 开放首日就有不少状况出现 像是开车的民众被机车组给插队入口处挤成一团 柯文哲亲自视察走透透了解状况 而台北市在今天新增了本土确诊病例数8265例 比起昨天破万人还要来得少 但柯文哲认为很多外线市民众涌入 导致台北市PCR量能吃尽 研判已经出现了确诊黑数 因此12号起也就是明天 12岁以下才可以到亲子儿童防疫门诊就医 我们已经黑掉了台北市已经黑掉了 防护衣手套戴经级木榨机场防疫级门诊 正式营运第一天 市长柯文哲亲自来走一遍发现问题不少 开放首日就传出入口车流大塞车 还有机车族猛插队惹民怨 翻流动线都必须赶快改善 但10号北市本土确诊破坏 周三却只有8265例 让柯文哲很忧心 是不是有黑数 我认为应该是有一点 台北市的医疗量能不是台北市在用 台北市越方便你知道 外面进来的更多 我相信确诊数字只好同时加快 找步扩充批下人力 也要保留医疗量能 奉幼院区的亲子儿童防疫门诊 原先18岁以下即可就医 但从12号开始年龄限制 得12岁以下 此外北市府也宣布放宽 九宫隔停客指引 如果脱口罩达15分钟以上 班级也可暂停实体课程 而对于中央要求各医院 开设防疫专责病房达百分之三十 北市目前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 将是疫情状况且战且走 我们的市民朋友 会自动调整他的活动 确保要住院的病人 有病房可以住 除了他这速度十天内还不会有问题 疫情情节没升级 必须要赖民众减少活动 毕竟一流量能是最后底线 记得黄明 黄澄博台报道